各位,在2020年7月28日 我對不起另一邊看另一個螢光幕 曾鈺成在AM730發表了一篇文章 題目就是為什麼港區國安法沒有正式英文版 中國法律為什麼要英文版 香港法律因為沿用一直以來都是有中英文版的 但是在國安法裏面沒有 我們首先要看看中國裏面的大陸法 或者叫做成文法 以及在香港用的普通法之間的分別在哪裡 其中一個非常大的分別就是 在成文法裏面,即是中國大陸那套 法例寫得很清楚 而法官 審理的法官只是需要根據文字 來依法審理 就不造成解釋法律的 那個法律解釋權仍然留在 各國家的立法機構圖 就不是在法官手上 這個跟普通法非常不同 普通法的法官通過他審理不同的案件的判詞 就造成了法例的一部分 所以普通法是非常之複雜而且多的 因為每一個案例 都是 法律的一部分 因此 就可以給大家 利用不同的案例 來得到不同的結論 於是 中間的律師就很重要了 因為律師可以 選一些 適合自己用的案例來用 這是一個 普通法和成文法之間的分別 到底 屬是屬非 誰好一點誰壞一點 這個也不是老葉 這些門外看 可以跟大家分析 但是 也不等於 例如說 大陸的成文法 一定是差過 普通法 或者普通法 一定差過成文法 我不覺得 有這樣的分別 因為 成文法 已經有了很長的歷史 就算推翻到羅馬時代 也是在用成文法 即是後來他們換成普通法 我先跟大家說說 我覺得普通法有一個 漏洞 漏洞 在這裏 漏洞 就是如果你有錢 請大壯 有多個團隊夠力 你可以在很多很多很多的案例之中 找到你需要的東西 幫你去 扁駁 但是如果你沒什麼錢 要靠一些 公門律師 公門律師 不是那麼出力 不幫你底 又不幫你去慢慢找 那你就非常時底 所以普通法通常 我覺得 我 這不是一個正確判斷 只是 老業的 意見 老業認為 就是普通法 就是益有錢人 你有錢人打官司 你可以請得起 非常之大 非常好的團隊 幫你找 各種案例 為你辯論 為你辯護 而普通人 你就輸捨在這裏 一方面 那當然 成文法 有沒有弱點 當然有 在他每一個 詞裏 因為解釋權 不在 法官那裏 所以法官要依法 來執行 所以有時候 很死板 你是這樣做 說明是這樣 這樣就是這樣 你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酒盞餘地 這是另一個 的 缺點 所以 那個 成文法 需要 立法機構 不停 修改 但修改 極好 成文法 你換了之後 以前那些就不算 所以 法律 大小 就 小很多 當然 法律這件事 老爺不知道 所以 我只可以做一個 這樣 非常之膚淺的 自己的感覺 而這次 《港區國安法》 因為 國內的法律專家草議 所以 當然是用了很多 國內法律的 概念 而有部分概念 就是沒有英譯本的 這個阿貞如成說了出來 有很多概念是沒有的 我這個 大家可以自己跳過去看 我就會將那個描述 將他的接鏈放在描述上 大家可以跳過去看 這個不同 但我細說了 所以 因此 就不要 我就覺得 中國法律 當然是用中文作為標準 而是香港只是一個 行政特區 這個行政特區 傳統上是有英文 但是 現在這個情況 就沒有了 至於 當這個國安法在香港執行的時候 就會用普通法來審理 但是 普通法 那個 成文法 裡面的概念 是要拿出來 在普通法上應用的 所以 因此 用 國安法去審理案件的 那些律師 那些律師 那些法官 是需要 明白 在成文法裡面 一些法律觀點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合理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用一個 你說你自己不知道 所以不當有 是一回事 這就違反了法律的精神 法律精神就是 你應該明白了 法律的含義 然後跟著法律的意義 來執行 而不是 盲目 所以 這個也都因為這樣 我想構成的 第一樣 只可以有一些法官 對這個 成文法裡面 有關的法律概念 是有認識 才可以審理 這是第一 第二 在 現在應用時 那個法律也說明 就是 有兩樣東西 跟了 普通法 就是 無罪假設 未過理 未審 未落判詞 之前 你是無罪的 無罪假設 還有 是有代表律師 這個就是 拿了 一張 普通法裡面的概念 拿進來這個法例裡面 特意寫清楚給大家 因此 不要因為 國安法沒有英文版本 所以這是一個 差的法律 這件事 完全是一個 歧視 沒有理由歧視 一個 14億人口的國家裡面的法例 認為他會 認為他會 差過 幾億人的法例 我不覺得有這個 優劣的判斷在這裏 是普通法 但是 其中 現在這一條 是用 大陸的 大陸法 或者成文法 而定 所以 中間 有些 困難 到 執行的時候 怎麼做呢 就要 加以時日 當然 最好 大家 不要犯 不用執行 這個法例 最有用 法例放在這裏 其實最重要的 就是 一個 警戒作用 最好 你們不要 分裂國家 不要 搞 暴亂 也不要 做 做恐怖活動 等等 其實 什麼法例之下 都不應該做 所以 法例在這裏 希望不用執行 但是 要執行 上來 需要有尊嚴知識 好可惜 我們已經知道 昨天 香港 已經 第一 在利用國安法來拘捕 的行為發生了 就是三男一女 仍然無罪假設 所以 他們暫時 可以在保釋之旅 但當然要下口供 我這些 我就 不知道了 因為我人 都不在香港 總希望香港 能夠和和平平安安全全 這是 大家的心願